Hello各位同学们啊 这个Tomcat刚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 它是什么作用 咱们是讲了是吧 那么我们在学习了LNMP这个LAMP环境之后 对于网站架构的这个解析过程 应该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对吧 比如说当咱们这个同学啊 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呢 输入了一个UIL 它呢首先会怎么样啊 浏览器是不是发出了HTTP请求啊 对吧 那么通过HTTP协议呢 这里首先一定是通过DNS域名解析 对吧 把这个对应的域名 对应的IP地址给它解析出来 然后呢找到对应的web服务器 然后呢是这样吧 然后web服务器是不是在这里进行解析啊 对吧 当然了还会涉及负载均衡 这种情况啊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先不看负载均衡啊 这个HTTP请求呢 交给了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呢就会 如果发现是静态请求啊 它呢可以在自己本地 又或者可以在这个远程的文件服务器上去搜索 比如HTML文档啊 正常我们的请求 是不是都是去找一个HTML网页文件啊 那么这个网页文件里面呢 又会包含这个图片的超链接啊 声音文件的超链接啊 还有一些视频文件的超链接啊 是吧 这是web服务器要做的事 并且呢它做一个基本的负载均衡 服务器一和服务器二 是不是一样的呀 请求呢可以轮循的发给一 再发给二 用户都能够最终在客户端拿到这个数据结果 是吧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张图片啊 这个web服务器上呢 我们知道它就是存放了各种静态文件啊 这个图片音频等等啊 然后呢这些静态文件信息啊 它是通过这个网站前端里面的超文本链接技术啊 相互连接的啊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个html文件里面能够找到其他多个这种静态文件 那具体形式呢 大家比如说 这是我们这个在线博客的一个截图 我呢就就好比这里吧 我当前的这个网站啊 我按下F12进入开发者模式 我输入network 来我在这里刷新一下 刷新完了之后 你看我点击这里 它是不是有一个请求发出去了呀 那么这个请求呢 你看它说request ur长这样 那长这样是不是最终啊 就定位到这个book.lufacity服务器上的一个png图片文件呢 以及它相应的请求体信息 这个response header 响应头部信息 是不是都能够看见了呀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httb的请求响应 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那你看这张图片呢 这个除了network请求信息以外 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开发者模式里面的element信息 element信息呢 就是看见前端代码了 那么对于前端代码我们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够看得懂的啊 这里呢就是前端的一些标签html的原代码 就是说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花花绿绿的页面啊都是浏览器把这些前端标签渲染之后 你才能够看见像这样的图片了一个一个就叫叫什么呀很有格式的一种网站啊 这都是前端工程师写出来的啊 然后呢html里面的标签就能够定位javascriptjs文件以及css样式文件和图片等等信息 明白吧那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网站请求的一种形式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有关tomcat的一个架构啊 那说tomcat架构之前我们还是看上面这个蓝色的 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学过的lamp环境的架构是不是就是用户请求这个访问的uril 它的ip地址啊应该和我们的负载均衡设备做一个解析绑定对吧 然后这个ngix呢接收到请求之后发现啊动态请求直接向后转啊 或者说像这个图片架构里面一样它是这种形式的啊 它用了多层代理首先第一个这里呢是lb负载均衡对吧 负载均衡呢请求接收到之后它会向后进行转发啊要么给它要么给它这个咱们都理解 并且呢你会发现它这里啊使用了ngix做了一个静态服务器的一个部署啊 然后呢这里是静态服务器这里呢是php的动态服务器 是不是这里解析动态请求这里解析动态请求对吧 那么静态请求呢ngix服务器啊能够给用户直接返回 那发现是请求的是动态的数据 比如说登录注册查询一些网易的数据库信息 那么是不是一定是php程序啊哎最终又向myseco里面去读数据 哎最终呢解析啊给php给ngix最终再给我们这个什么呀 呃负载均衡然后最终再给用户 是不是这种形式啊这是lnmp的架构 那么对于tomcat他母猫就是呢人家又就是这家公司啊 技术架构不再是php架构了而是java架构 他就是这种形式了还是一样的前面呢前端挂一个ngix 负贷军横然后呢这个请求啊哎向后进行转发 向后转发转发给谁呢啊就直接转发给tomcat 这个应用服务器就ok了他又能够解析html 又能够解析什么的java代码那么java代码呢是通过在这个服务器上部署java的运行环境jvm来解析的因此是他俩共同配合能够把这个呃 java代码做一个解析啊简单来说这个java的代码呀部署非常简单 我们呢就是把这个环境在服务器上准备好之后 然后呢把这个代码呀直接往这个环境里面一丢啊 就ok了这个java代码呢都是java程序啊他会打包好发给你你呢作为运运运维工程师直接放入tomcat的目录 最终啊哎他就能解析了非常之方便啊然后呢那如果需要读取数据库 java呢程序会来读取myseql明白这个意思吧好的啊 那这张图看完再来看这张图啊那下一张图呢就是长这样啊这个刚才说了tomcat呢本身tomcat啊他本身也完全是由java语言开发的啊 tomcat呢目前是可以和大部分的web服务器结合工作比如说这个iis了也就是windows的web server 以及apache ngx等等进行一起工作啊然后tomcat本身是用于运行java代码的啊 常见形式呢就是这样的用户浏览器哎通过internet的互联网进求发给alb也就是发给这个负载均衡设备啊ngx啦 apache啦等等啊发给他之后呢哎他通过负载均衡呀进求进行轮巡分发给tomcat一二三啊他们仨呢谁都能够解析就是这个意思OK明白吧同学那么前端呢这个我们可以利用ngx去解析static results 就是进台资源那么动态请求呢叫叫这个单这个单词怎么读我也不知道了啊这个这个忘了啊然后呢以及这个动态资源就是交给tomcat去解析的OK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图片啊最后一个图片呢就是这个tomcat本身啊它是由一系列可配置的组件组成啊简单来说就是tomcat的配置文件啊然后呢我们 我们下面要做的事啊就是安装部署tomcat那么有关tomcat的部署呢核心啊就在于tomcat的配置文件啊tomcat的配置文件呢呃我们待会再说啊并且tomcat核心组件是叫server 啊let容器组件啊这个组件呢你不用过多关心它是干嘛的我们呢只是需要啊只需要修改这个server.xml也就是tomcat的配置文件啊修改配置文件即可啊呃然后呢这个serverlet啊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呀 它就好比phpfpm一样啊用于这个解析java代码的就是这么一件事OK吧然后呢这个serverlet呢呃你看啊客户端请求啊发给了谁啊最终走到了java这个服务器上来 然后呢首先我们要部署最外层的java虚拟机进程这个呢就是jvm我们把jvm部署好之后然后呢用于运行tomcat tomcat呢这个软件啊它的核心啊你可以理解为tomcat就是一个盒子啊那盒子里边干活的工作的就是这个serverlet容器组件明白吧那这个serverlet呀你不需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你只需要知道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呢啊就是第一件事安装jvm对不对第二件事安装tomcat啊那么tomcat啊它是依赖于jvm运行的有了jvm虚拟机tomcat就能运行了并且tomcat的核心啊里面是这么一个serverlet它呢才是解析java代码的 明白这整个的逻辑关系能明白吧好了那有关tomcat的架构啊我们就给大家这个说这么多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就来学习怎么去部署tomcat啊 呃好了这一节讲到这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啊 我记得我们在这节目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